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情绪可以引动我们人体内在的那些已经病变了的这么一个机体 导致疾病复发或者是加重或者是引起新的疾病 人的负面情绪为什么会影响肠胃健康 人的这个肠胃跟我们的情绪联系是很密切的 有人干脆就把这个肠胃称作什么呢 称作我们情绪的一个情绪表 说你情绪有变动了这个肠胃可能就反映出来了 哪些情绪容易成为疾病的导火索 千万不要生气 生气是什么呢 是百病之源嘛 实际上不光是生气可以导致疾病 受惊吓也是一样 情绪与健康息息相关 相辅相成 它们就像天平的两端 一边失衡便会对另一边产生影响 因此要想拥有健康的体魄 不仅需要适量的饮食和运动 更要保持情绪的稳定与平和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调整自己的情绪 中国传统医学著作《皇帝内经》 又会从哪些方面 为我们揭示健康与情绪之间的微妙关系呢 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 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养生世界 为您精彩讲述 了不起的《皇帝内经》第八集 七情伤身 遗害大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在今天这个开讲的这一集之前呀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人的疾病是从哪里来的 恐怕呢很多朋友都会告诉我 病从口误 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的这种吃饭呀 经常可以吃得不结了 那就是说吃多了 吃少了 吃了热了 吃了凉了等等 可能可以产生多种疾病 当然了饭的种类跟它要密切关系 实际上我们人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啊 说社会的变迁 环境的变化 我们人思想的变化 人的呢 这种经历 都会给我们人的这个思想 这个情绪上 注上一些老爷 因此啊 人的情绪 人的思想 实际上也会产生诸多的变化 而这个也是引起我们很多疾病的重要原因 所以有人讲啊 这叫什么呢 病由心生 为什么叫心生呢 心主什么呀 心主我们的神志 也就是说我们的情绪呀 我们的情感呀 我们的情志啊 都由心来主 所以当你的情绪呀 当你的这个情志啊 发生改变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疾病 我们说啊 越有阴晴缘缺嘛 这是一种常态 人的情绪呢 它有一个外在的表现 人有其情 也是一种常态 如果说是 这其情过于爆裂的时候 你看我们自然界也是一样啊 该刮风啊 该下雨啊 这都是常态 但是过于强烈 过于持久 这个时候 可能会对我们人体 造成诸多的影响 情绪影响人体 也是一样的 人天天都有 喜怒悲恐惊 天天都存在着实际上 什么情况下 就可以导致疾病呢 一种情况 是我们人体啊 原来就有一些疾病 再加上这些情绪的干扰 情绪的影响 也就是说情绪可以引动 我们人体内在的那些 已经病变了的这么一个机体 导致疾病复发 或者是加重 或者是引起新的疾病 这一个故事大家都听说过 三国演义当中的诸葛亮三曲 周瑜 最后把周瑜给欺得 金疮崩裂呀 你看这实际上也就是说 由于情绪导致了旧伤 复发 我也有这么一个病人 实际上他就是一个胃病 不舒服 还疼 胀 这个吃东西也不好好吃 吃不香嘛 没有食欲 经过调治以后呢 感觉他很好了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 也不来看病了 也不吃药了 他认为就是好了 结果前一段又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是跟家里人闹些不愉快 生闷气 结果造成什么呢 这胃病又复发 又过来看来了 《皇帝内经》当中 有这样的语言 叫做什么呢 邪之所凑 其气必须 也就是说 这个病啊 这个外邪呀 之所以它能够找到 你身体上来 你人之所以能够再发病 原因是你身体啊 本身的正气 这种抗病力就低了 它为什么低了呢 说明你人体上 原来就有那种什么呀 没有发作的 但是是固有的那种病症 原来就有 只不过没有表现出来 完全好没好没有好 所以导致它正气 这种抗病能力啊不足 因此呢 怎么样呢 当一有外边的邪气 或不良因素 或不良的情绪 侵犯你的时候 就可能产生一些疾病 在内经专门有这么一篇文章 灵书的贼封篇 实际上它就讲了这么一件事 说呀 这个皇帝呀 就问齐伯 说呀 我都听说呀 说这个疾病的产生 是由于外邪 也就风寒属尸造火呀 影响人 使人产生疾病 他说现在有这样的人呀 这个人呀 他没有遭受风寒属尸造火 这些外邪 这人就得病了 什么导致他得到的疾病呢 这个齐伯就回答了 他说是什么呀 他说他原来身上啊 有固血 也就说 比如说原来你 从哪掉下来了 有瘀血在里面 或者是到哪去了 感受一些失血 失血存在你身体里边 只不过没有发作 说现在呢 突然感觉到 这种天气有一点变化 虽然这个变化是日常的 但是它也可以影响你 引动固血 从而发病 所以他给了一个名词 叫做因家而发 因就是原来的固血 固积原来的 就有的那种疾病 家就是家以心的这种诱因 而发作 皇帝听完了这个答复 他不太满意 你说的这些天气变化呀 什么的 他说这病人自己能够感知啊 有的人这种感知都没有 他没有遇到一些新的变化 他反而就发病了 是不是有鬼神在做碎户 齐博又给他回答了 说不是 说虽然呀 他没感受到那些天气的自然界的变化 但是 人有 情绪的变化 日有所思呀 夜有所想啊 说这些 非常非常的普通的一些情绪的变化 厌恶某些事了 对那些事感觉到不开心了 他说这些情绪就会引动你的气血 使气血产生波动 而波动的气血就会引动你身上原来存在的这些旧有的疾病 使得旧有的疾病怎么样 复发 百病生于气 万病源于心 精神压力和情绪过激 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伤害 因此 对于康复期的病人而言 安心静养 切莫动气 是十分重要的注意事项 否则 不良的情绪很可能会加重病情 导致旧病复发 甚至酿成三国演义中 周公锦的悲剧 那么 对于相对健康的人而言 突然的情绪刺激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长期压抑的情绪又会导致哪些问题的出现呢 另外一种情况 也就是说 你这个情绪的刺激啊 是非常的猛烈 是特别的强烈 这个呢 也可以产生新的疾病 有一个病人啊 这是一个小孩 这孩子呀 确实平时非常的听话 而且学习也努力 当然了 他是有点内向 快高考了嘛 特别紧张嘛 他也一直想报答他父母 也就是说把这个事啊 一定要考好了 结果出现这么一种情况 拿肚子 这个母亲呀 就感觉到很纳闷 说他这个高考前呀 一日三餐呀 我给他准备的特别好 特别的精心 这个食品呀都是挑的 不可能也什么污染什么一类都不可能 说这么去照料 他为什么还要闹肚子呢 孩子表现出来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是一种烦躁 脾气特别大 睡眠也不好 然后导致了什么 注意力也不太集中 学习有点学不进去的味道了 于是到这来看病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说 这种情绪呀 这种压力呀 太大了 越临近高考 他越怎么样 情绪压力越大 刚开始一天拉两到三次 后来拉一天四到六次 离不了厕所了 按中一讲 实际上这偏于一种什么呢 偏于一种干于气质 导致一个什么呢 木气瘀吗 他要克罚皮土 导致了消化不正常 按西医来讲呢 恐怕称作一种什么呢 肠一击综合症 是这么一种情况 有的也称作什么呢 紧张性的腹泻 实际上我们说呀 人的这个肠胃呀 跟我们的情绪联系是 很密切的 有人干脆就把这个肠胃 称作什么呢 称作我们情绪的一个 情绪表 说你情绪有变动了 这个肠胃可能就反映出来了 大家都知道 什么胃溃疡啊 十二十肠溃疡啊 现在把这些疾病 基本上定为一种什么呢 身心疾病 说由于我们的心理压力大 由于我们紧张焦虑 导致了肠胃的一些病变 实际上我们说 有些人经常我们可以看到 一紧张 就要上搜索 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反应 当然了 有些人紧张 表现出来一个什么呀 压力大 精神失调 情绪紧张 表现在皮肤上 有人说啊 我就爱掉头发 这一紧张 一焦虑啊 这头发一拔一拔地掉 有人身上怎么样 骚痒 有的还出什么 湿疹呀 什么牛皮血呀 等等 表现在皮肤上 这是他表现的地方 有些不太一样 但是跟他这个情绪紧张 有密切关系 在《黄帝内经》当中呢 就谈到这一点 他说这个情绪呀 如果说是特别强烈的刺激 可以导致人产生一些疾病 暴怒伤阴 暴喜伤阳 你看这个暴子就是突然的大怒 突然的怎么样 过喜 这些就可以导致疾病 大怒者 使人怎么样 行去决 血于上 使人伯爵 这就是大怒 因为中医讲啊 叫怒则其上 大怒以后呢 因为怒属于肝嘛 肝是主上生的呀 带着我们气血往上涌 涌到我们的心胸 涌到我们的头部 使得我们神智怎么样 昏迷 于是乎产生伯爵 伯 这个伯在这里就是通破 实际上迫使气血上液 使得人怎么样 绝腻 昏迷 这里提的实际上都是一个突然的这种强烈的这么一种刺激 可以导致人产生一些疾病 第三个方面 也就是说 如果说是这个情绪啊 长期的存在 长期的比较紧张 也可以又使人产生疾病 也就是抑郁呀 忧郁呀 这些呢 也可以导致疾病的产生 有一个著名一家 张希纯 他就治过这样一个病人 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凤女 家呢 住在这个天津 因为呀 家里的这个事 和他的这个工作呀 这事业上的事 怎么样呢 一直处境不顺 家屋呢 又劳心 这样呢 饮食呢 就不太多 食欲也不是特别好 实际上慢慢的 他已经偏于一种虚劳 这样一个病了 结果呢 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家里又惹上点官司 要对驳公堂 当然也告了 这样 结果呢 上午呢 去了公堂以后呢 回到家以后 这就有点起白了 卧床不及 昏昏欲睡 仪式温度呢 三十八度八 是这么一种情况了 结果就把张其纯 就给请过去了 张其纯一看呢 认为这个病呢 实际上偏于一种什么呀 虚劳 你就说 长期由于 这样的一个环境 情绪压抑 不舒 情侦不随嘛 所以导致了什么呀 气血被消耗 所以诊断的 就是一个什么呀 心疲两虚 运用什么药呢 运用点 补气药 补血药 养心药 用点安神的药 运用些这些药物 来进行调理 实际上这种情况啊 在《黄帝内经》当中 早就确实是有文书 《黄帝内经》当中称呢 凡未诊病症 必问常贵后见 虽不中邪 并从内生 名曰脱营 长腹后贫 名曰失敬 这什么意思呀 这就是根据这病人生活的环境 如果他原来的地位比较高 叫常卫嘛 曾经啊 他地位比较高了 现在怎么样呢 后见 现在地位呢 比较低了 从高位到低位 心情非常压抑 心气愈结 这样呢 导致他的营血被耗伤 所以他称为叫什么呀 叫脱营 也就是营血脱离嘛 丧失了嘛 那么另外一种人呢 就是什么呀 原来呀 是比较富有 富有嘛 吃的就比较好嘛 饮食啊 吃的 穿的 人呢 生活的比较舒适 现在呢 是一种 厚贫 生活水准下降了 湿的也不好了 穿的也不好了 环境也不好了 这样也是 对他的一个 精血的一个好损 叫湿经 脱营也好 湿经也好 实际上最后 他导致的 都是一个什么 气血双溃 气血不足 那么这说明一个什么呢 也就是说 他的社会环境 和他的生活环境 使他导致了一个 精神 情质上的一种 压抑不舒 长期以往 可以导致人 疾病 这是刚才我说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情绪呀 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导致一些疾病 我刚才说了 原来身体就有 救病的 另外呢 这情绪如果是特别 暴烈的 再者情绪呢 怎么样呢 长期来刺激的 长期压抑的 实际上这些都可以导致 这些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疾病 皇帝内经认为 怒则气上 喜则气患 悲则气消 恐则气下 经则气乱 思则气结 也就是说 人的情绪波动 直接影响了 人体气机的正常运行 进而影响了 人的健康 尤其是长期处于 压抑状态的人 更易生病 其中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疼痛病 就是由不良情绪 所引发的 那么中医是如何 看待这种疼痛病的 当情日失常的时候 可以影响我们的形体 另外呢 其实情日 还可以影响 我们的气的变化 这我们也就说过 怒可以导致气上 恐可以导致什么呀 那个气下 说那个悲可以导致气消 思可以导致气结 也就是说 气的运行发生异常 实际上有时候我们说 这个情绪导致人的病变 有的可能是形体上的 有组织器官的改变 有的可能还没有 我们就经常遇到过 这样的病人 有一个那是我的学生 我的学生呢 还有个弟弟 这个弟弟呢 是想考到这个北京来 要考博士 结果呢 考了两年 都没中 疑似乎他出现了 有一种什么情况呢 就是这个心跳啊 有时候特别快 有时候特别慢 快的时候啊 这个心力能达到 每分钟阶级150次了 而慢的时候吧 也就40次左右 就是这么一种病人 结果呢 到医院查呢 他就有点传导组织 其他也没有说什么 大夫就说呢 说你看看 怎么给你治呢 说你快的时候吧 我给你弄点这个 减心率的药吧 他心率又慢了 你增加点心率吧 他心率还有快的时候 有点束手不测 实际上我就告诉他 我说呀 你说这个男孩子 已经是硕士了 在人群当中 年轻人当中 硕士的学位 这也还可以了 不一定非你要到这个博士 压力不要那么特别大 那么硕士毕业以后呢 找份工作 该去让父母 带着去转悠转悠 也就是放松放风 压力不要特别大 这个人呢 实际上也就是 由于情绪 压力比较大 人比较郁闷 所以产生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 说到这个病人 我还想到一个病人 那个病人也是 这种情况 他实际上呢 是有一次在跟彭的 一块喝酒 跟这个临桌啊 发生一些争执 双方发生一些冲突 结果回家以后呢 就感觉到凶闷 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呢 还有点心悸 结果到医院去检查呢 没有什么气质性态 后来又发生过几次 这种胸口憋闷 还有点疼 还有些心晃 曾经还去过急诊 到急诊一查呢 心脏没有什么毛病 这实际上的原因 也就是跟什么呀 跟生气 暴怒 有一些关系 但你说它完全是 气质上的病变没有 它没有达到一些 完全的气质上的病变 这实际上也就是 中医所说的什么呀 这个气的运行 产生了变化 产生了异常 所以导致了一些病变 但是这个病变呢 不一定就是气质上的 这个改变 有些人呢 是产生这种疼痛 我也见过这么一个病人 这一妇女 就是后背疼痛 酸疼 而且呢 让他说呀 感觉到是什么呢 低谷的下边 好像一团火在那烧着 你再因为原因呢 实际上呢 也就是压力特别大 事业呢 也有点不顺利嘛 有点受挫折 而且有点婚姻的 这么一种危机 按西医来讲 可能叫做什么 焦虑性的腰背痛 你说真有气质上的 一些病变没有 也没有感觉到什么 没有发现什么 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也没发现 所以我们说 情绪一些变化 可能可以导致一些疾病 但这些疾病 不一定就是气质上的病变 它主要是 我们所说的 这种气的流行 发生异常 发生组织 可能可以导致一些病变 我们说 这个情绪呢 不仅可以影响我们的形体 影响我们气机的运动 实际上还可以影响 我们的精神 也就是对我们精神 卫生上 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有时候经常说 千万不要生气 生气是什么呢 是百病之源嘛 实际上不光是生气 可以导致疾病 受惊吓也是一样 说小的时候啊 是看家里头 或邻居家找大火了 特别害怕 从那以后呢 好像被吓着了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能是注意性的 去看这种火苗 一看这种火苗 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感受到 感觉到 好像那个大火 着起来似的 全身有的就瘫痪 有的甚至怎么样 就昏过去了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 情绪影响的结果 我也见过这样的病人 他去参加葬礼 在这个葬礼上呢 看见铺的这种白布 受了一些刺激 结果出现一种什么问题呢 他不能够看这些白色的东西 一看这个白色的东西 就要想到这个葬礼 使得人非常的害怕 联想不断 实际上偏于一个什么呢 偏于一个这个强火症 但是呢 他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就是由这种惊吓所引起 我原来也讲过 这样的一个故事 有一个贵妇人出现旅游 结果半夜呢 碰着这种强盗 杀人越货嘛 于是乎 他从这个床上跌倒到床下 自此落下一个毛病 什么时候都不能听这个响动 一听这个响动啊 既惊倒不知人 所以那个家里的仆人呀 都不敢那个正常的走段 都得垫着脚尖去走 就怕出一点响声 实际上这也是什么呀 这也就是由惊吓 导致了恐惧 那就是由惊至恐 形成了这么一种后遗症了 这些影响 实际上都是一个什么 精神卫生 也就是我们精神心理上 出现了问题了 你说他真正的是影响 你形体没有 可能没有 但是他在你精神上 确实是有影响 所以很多人 受精神刺激以后 经常可以见到心烦 心理烦恍 失眠 脾气呢怎么样呢 也是非常的暴放 所以我们讲 就情绪 引起我们的疾病 对我们的人体的影响 它确实是危害很大的 那么这一点呢 也请大家给予特别的关注 充分的了解情绪 对人体的危害 喜怒忧思 悲恐惊 这七种情绪 构成了我们 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 适度的情绪活动 是人体的正常生理需要 然而 很多不良的情绪变化 就会对我们的健康 产生巨大威胁危害 无论是旧病复发 还是诱发心病 都是情绪的异常变化 造成的恶果 那么 你知道该如何调整好 我们的情质 不被情绪所支配吗 《皇帝内经》里 关于情质养生的记载 又会给我们带来 哪些启示呢 请继续收看 《了不起的皇帝内经》 第八集 七情伤身 一害大 那么既然不良的情绪 对我们的健康影响 这么大 怎么调整好 我们的情绪 才能有利于 我们的健康呢 在《皇帝内经》当中 就谈到这一点 质疑者 所以 以精神 收魂魄 喝喜怒啊 它就有这样的作用 所以我们要调节好 我们的喜怒 实际上呢 在现代生活当中 人没有压力 是不可能的 包括寒冷的冬季啊 工作的压力啊 忙碌的年底了 无端的争吵啊 其实这些 都是日常生活当中 存在着 而且是年复一年的 在存在着 所以这个宋代的新契机 它也有这样的词 叫做什么呢 探人间 哀乐转相许 金游戏 讲的实际上就是这样 说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啊 说我们人生活的比较累 身体累 心理也特别累 在这个06年啊 有一部电影片叫做什么呢 购物狂 其实呢 故事呢 是围绕一群病人来展开的 几个主角啊 各有一种怪癖 包括什么呀 购物狂 选择性的恐惧症 也包括失恋创伤后遗症 等等 但是他们呢 有一句这样的对白 叫做什么呢 说都市生活压力这么大 有点不正常 都好像是正常的 都应该是正常的 其实呢 我们现在呢 老百姓比较关注自己了 一讲养生 很多人都头头是道了 而且马上可能就能联系出来 四季养生了 四食养生了 饮食养生了 运动养生了 等等 讲的比较多 实际上对我们日常生活 影响最大的 就是我们的情绪 所以我讲 情日养生 这种情绪养生 也是必要的 那么在这个内经当中啊 对于这个治神调神 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啊 他提出来这样 他说呀 我们治病 尤其是真道 他提出来什么呢 说我们治病啊 有五大原则 第一大原则是什么呀 一约知神 说二约呀 叫知养生 三者知毒药为真 四者约知贬食小大 五约要知 辅脏血气之枕 这是五种要求 你看这五种要求 当中的第一种 他就要提出来 一约知神 说明知神的重要性 而这个神里边就有什么呀 我们的情质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情感 因为什么呢 古人一直这样认为 就行 就行跟神的关系来讲 是神 支配着 行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情质 产生问题了 可能会导致我们身体 有问题 因此 一定要注意 调节我们的情质 当然了 调节情质呢 我们要强调 尤其是情感方面 是不是要修身养性啊 这是必要的 那么怎么来修身养性 怎么来调节我们的情质呢 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很多 包括目标的选择 包括不要过多的去攀比 包括主动寻找一些生活的乐趣 也包括我们有一些该宣泄的宣泄 该去向家人唠叨 请诉的去请诉去唠叨 等等 今天在这里呢 我简单的再说这么几点 一点 就是要恰当的对自我进行评价 换句话说 你要有自信心 千万不能说的 对自己一点都不信任 实际上有些忧郁呀 忧闷呀 忧愁啊 怎么产生的 关键就是在于 有些人呀 在性格当中啊 不能够肯定自己 但是呢 又去追求完美的那种存在 自己又不太相信自己 又想追求那种完美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 自卑心理 感觉到处处的不如别人 实际上这个时候啊 应该学一点内经当中的 像皇帝内经当中就讲啊 叫做什么呢 美其时 任其福 乐其俗 高下不相目 其名不悦不 我不管吃的是什么 我都认为是最美的 你看他这里啊 美 任 全都是一种字 自我认为 不管穿的是什么 都认为是最好的 最随便的 不管你这种什么风俗 我都认为是最适合我的 首先他是对自我 要肯定 要自信 这样才能培养一个什么呢 良好的这种心态 良好的性多 你才不会有这么多的烦恼存在 第二个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结果的追求 和对这个过程的追求 我更建议要注重过程 注重去历练自己 不要过分地看中那个结果 因为这个历练的过程 我感觉比结果更加的重要 因为世上的事呢 往往努力以后 付出是会有回报的 这一点也希望大家坚信 第三个 这也就是我们生活的目的 我讲目的应该是什么呀 我们人生活在社会上应该追寻的 是一种什么呢 开心快乐 前一段网上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说我们以什么为中心 我们是不应该以健康为中心 为什么呢 他说那个健康啊 怎么来衡量健康 是靠这指标 实际上我认为呢 他这提法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所谓健康 按中医来讲 什么叫健康是行神相聚 行神相互协调是健康的 身心健康这是健康的 而不在于某些具体指标 我提出的是 实际上我们以什么为中心 是以健康为中心 以开心快乐为中心 不要天天看着那个指标在说话 有些人血糖高 有些人血压高 有些人干功胜功的指标偏高一点 不要天天看着那个指标 因为老年人跟年轻人的指标 是有区别的 也不要这么看着去说话 说我一天走罗络步 哪个气不气 我一天就是一万步 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指标 不要以指标来说话 以我们的开心快乐为主 因为我们生活在社会上 实际上过的就是一个心态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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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